我们上一节课讲了两个内容 一个就是磁共振 一个就是觉着近视 这两个呢 实际上现在在具体的技术领域里头 现在已经用的很多了 磁共振呢 我们是讨论 如果电子放在一个均匀磁场里头 那么如果这个鼻林是在Z方向 那么我们有H0 那么这个H0我们可以求解它 那么它有两条能级 减并的两条能级 那么当这个放在磁场里头呢 就发生分裂 我们知道它们分裂的能量差呢 是200μB0 那么当一个另外一个 加上一个外场 那么电子就可以吸收一个光子能量 Hω从低能级到高能级 就是从那个自旋向下的一个态呢 到自旋向上的态 那么我们这个讨论呢 就是讨论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已经分裂的能级 放在一个旋转磁场里头 这个旋转磁场呢 这个鼻呢是比较小的 是吧 它比较小 同那个鼻林比起来是比较小的 那么总的磁场是这样一个磁场 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利用 我们前面得到的一级近视的公式 我们就可以求除 从自旋朝下到自旋朝上的 它的要迁概率 这就是要迁概率 那么这个画出图形来呢 就是这样 它随Omega的变化是这样 当Omega等于Omega零的时候呢 它发生共振 是吧 就是到这个 到自旋朝上这个态 可以完全到自旋朝上的态 然后又下来到自旋朝下这个态 发生两个能级 发生共振 那么这是一个 我们用一级近视的办法去做的 那对于这样一个问题呢 可以有严格求解 这就是平常所说的Ruby震荡 那么它在这个具体的应用当中 核磁共振里头 那就是 就不是那个电子的自旋朝上朝下 是核子的自旋朝上朝下 那是一样的 那它也是比较弱的 这样去做 那么核磁共振仪呢 就是在这个原理的基础上去做的 我们实际上就去解这样一个方程 是吧 这哈密登岚有了 在Sz表象 或者在H0表象里头 那么我们就可以写出它的矩阵形式 那在T0的时候 电子除于01这个态 就是自旋在下 负买0比0 那么我们在T时刻呢 我们求出来了 就是严格求解 求出来这样一个表达形式 那么这个上头这个呢 就是它的磨的平方 就代表自旋朝上的概率 在这个态里头 在T时刻 在这个体系除的这个状态里头 那么上头这一个因子呢 那就是磨的平方 就是自旋朝上的概率 那么这个 下面这个磨的平方呢 就是自旋朝下概率 那么加起来当然应该等于1的 对于H0的本征值是 没有比0的 那就是在上头一条能级的 那么它的本征值可以表为10 那么我们可以 从这个T等于0的这样一个态 它是开始是处在01这个状态 是吧 它处在底下这个态 那么由这个态呢 我可以去定这个波斯埃T 就是说在0以后的这个时间 这个演化过程当中 那么它应该是这样一个 是吧 那么由这样一个来定它这个系数呢 就把它这些系数都冲出来 本来都是A加B 这个是AB 所以这个定出来 那么在T时刻呢 我们把它上头这个系数 磨的平方 我们就得到了自旋朝上态的概率 这个就是自旋 仍然在底下的这个概率 那么我们假如说 这个K如果是大于2倍的α的话 那么这个它震荡呢 是小幅震荡 就是说主要还是在低能级这个态 是吧 是H0的本征态 这样一个01这个态上 主要还是在这个态上 是吧 这 它呢 随着它的震荡呢 那么01这个态 就是它在H0的高的一个能级呢 那么有一定的概率出现 那么当这个K等于2α的时候 那么这个呢 上下呢 这个01这个态 底下这个态呢 从1这个概率呢 到1分之1 那么这个高能级的这样一个态呢 从0呢就到1分之1 然后再回到0 这个呢 再回到1 就是在这两个态之间 震荡 那么当K等于0的时候 也就是ω等于ω0 就是你外加的一个旋转磁场的ω 如果正好等于这个两个能级之差的频率的话 那么电子所处的状态呢 随在这个 随时间呢 在这个两个态之间发生共振 也就是说 这个本来是概率等于1的这个态 它到2α分之π的时候 它就 时间到2α分之π的时候 它就到0了 而这个本来是概率等于0的这个态 就是10这个态呢 本来概率就等于1了 所以它两个是完全相当的 整幅完全一样 这时候也就是发生共振 那么我们把这个金球节和那个渐进节进行比较一下 我们发现这个αT如果等于1 是吧 那么贴奶也不算太大 这时候 你就发现 这个 它随这个 ωmega渐 ωmega0变化的时候 这个 金球节和渐进 就是近视节之间差得比较大 就是αT等于1的时候 那么αT如果我们把它在同样情况下 别的都不变 就是αT等于0.25的时候 你看金球节就和一级近视节呢 就基本上符合 所以这也可以看到 这样一个一级近视它要成立的条件 成立的条件 就是说αT 其实α实际上代表了相互作用的强度 是吧 那个强度的矩正元 或者说 就是代表了H2μBB 小B 那么这个小B如果比比0小得多 这时候 那么你就发现在这个αT 也就是说T比较大 但是也不是太大的时候 那还可以金球节和金球节比较吻合 因为这个金球吻合不吻合 不是在某一个频率上 而是在整个频率上你去看 因为你去看 在有些频率上它是很符合的 像这种频率上 Omega-Omega0 这符合得很好 但是在Omega等于Omega0的时候 这就符合得很大 所以你要符合的话 你是看一个整个的一个 这个频率的一个符合程度 那么我们有结束了这个之后呢 我们就讨论另外一个问题 也是随时间演化 但是现在的着重点呢 是演化的时候 演化得非常缓慢 也就是啊 围绕随时间的变化率呢 很小 我们讨论这个问题 讨论这个问题呢 把这样一个问题呢 叫绝热近视 这个绝热近视 实际上在经典里头就有绝热近视 就像那个 你们在热血里头 假设你一个蒸汽机的那个 蒸汽了港杆 如果无穷小的 就是说无穷慢的变化的时候 它只是改变了空间的拥挤 并不改变这里头的分子 所处的状态的分布 也就是说这里头的分子的运动 它假设处在 假设我们打个比方 它处在第二能级 你这个极端缓慢的移动这个活色 只不过这个拥挤大了 这里头分子还是在自由运动 还有它有自己的累积法 它处在一个第二能级的时候 它并不跳到第三能级 所以在热血里头 它本来就有绝热近视 只不过在现在我们来量整来看一下 我们量整 我们上次已经说过 这个绝热近视就是 如果你的外墙 外头的着用事实 随时间变化非常缓慢的话 那么好 经过T时刻之后 我这个体系原来处在哪个状态 现在还是处在哪个状态 只不过多了一个阴子 多了一个阴子 但是它的那个状态 就是它所处置的能级 还是那个能级 那当然是从游灵变成一个游梯了 是吧 在T时刻的 因为它是随时间变化的 是吧 你这从顺势的方程 本真方程来看的话 它是从游灵到游梯了 所以这样一个讨论的话 它有用 主要是什么呢 一个是给出了 绝热近视情况下的无理现象 第二个 它给出了 你知道如果判断是个绝热条件 满足的话 你可以很容易地求解 这样的 在T时刻的这样一个波函数 那么它从无理上来说 就是说 在这样一个绝热过程当中 不改变这个体系的 它所处的状态的 处在哪一个状态 它不会跑到另外一个状态去 那么我们首先来讨论 绝热近视条件 利用这个损失的本真方程 我们来求解这个 含时间的雪定河方程的解 那么如果这样一个 由HT的变化 就是随T的变化 如果这样一个因子变化得很缓慢 又很平滑的话 那么这个 而且这个因子 是一个震荡很快的因子 因为这个是EMT撇 减掉EMT撇 特征的强度 所以 我们就可以看到 在这个节的近视界 有这样一个解 就是说 这个DN的态 它从0这个态到T这个态 它并不会混有其他态 就是说这个ANT它变化的时候 还是在我原来这个态上 只不过它就加了一个因子 是吧 相位因子 那么这个条件是什么呢 条件是这样一个条件 是吧 条件 那么其中Gamma N 就是这个积分 那么你这个条件也可以化为这样一个条件 更容易看得出来 那么这个呢 是一个特征频率 是吧 就是啊 那个本征 损失本征方程 所解出来的 这个 频率 是吧 要小于小于这个特征频率 那么我们能够判断这个之后 那么如果它是满足的话 那是这是第一个必要条件 那么你当然还有一个条件 就是要判断这个过程当中 你随T变化的时候 它EMT之间不发生交叉 这个就是说 也就是说 你看上在某个时刻 它是满足的 但是你在随时T变化的时候 如果EM和EM发生交叉的话 那么这个分母等于零 它就不满足 原来满足的 它可以不满足的 所以这个呢 这两个条件都要注意 是吧 那么我们如果满足了这个 绝的条件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样一个 结果就是绝热定理 就是如果体系在Ti是处在一个 这个损失本征方程所解出来的 T等于零时刻的UN态的话 那么在绝热近视条件下 T时刻体系呢 仍然处在这个损失本征态 UNT 那么体系的绝热近视波函数呢 就是这样一个波函数 那这个呢 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 这样一个 演化因子 对吧 假如说我这个 哈密登量是同时间无关的话 那就这一个就是我们平常 以前所讲的 1的负数 1的负IHT除以H8 是吧 而暂时呢 现在呢 多了这个因子 就是1的IγT 那么它呢 不会因为有这样一个外界的 随时间的影响 而从这样一个Pose N这个态 有一部分的概率 跑到M态上去 它还是在自己原来这个态上 那么我们讲这样一个绝热近视呢 只是给出了 就是在极端缓慢变化下的 这样一个态的发展规律 就随时间发展规律 实际上现在很有用的就是 就是利用这样绝热的性质 使得我们在操作这样围观 因为围观物体 你要去操作的时候 或者说你要操纵一个原子 或者操纵一个体系 或者一个开关 经常因为量子力学测不准关系 你对它一干扰了之后 它可能跳到别的态上去 那么你要保证你所采取的措施 使得有绝热近视 假如说我有个原子 我要移动它 我要移动它 在什么情况下 能够移动它 使得它的内部状态没有变化 这就是个绝热近视 就是我在处理的时候 给它加一个外力 让它移动一下 那么这个移动 使得我是满足绝热条件的 那么它移动了之后 只不过把它位置移动了 但是这个原子还是在原来的这样一个状态上 所以这个就是很重要的 就是你在实验操作的时候 你要做仪器的时候 你要把这些因素考虑 而如果你把这个绝热条件 考虑得很清楚 你做起来就比较容易 现在这方面应用 就是具体的应用 不光是理论上的发展 而具体的应用都已经很容易 好 我们接着底下 我们介绍这个 韩石间围绕的第五个问题 北里相位和北里相位因子 那么这个是同绝热近视是有关系的 有关系的 那么1984年以前 人们将演化波函书表达为这样一个形式 那么表达成这样一个形式 是大家是容易接受的 但是我们从绝热处理 绝热近视处理 我们发现它是实际上 它有这么一个因子 E的Iγt E的Iγnt 那么这样一个因子 在人们说起来 并不是太重要 为什么不是太重要呢 你可以这样想 假设你说有那个因子 你那个因子 E的Iγnt是多大 那么好 我这个在求这样一个 这个不是损失本征方程吗 我得到了这个损失本征方程之后 我前头加一个 同它这个相位 插一个负号的相位因子 那不就抵消掉了吗 因为我这个损失本征方程的 本来你可以加一个 任意加一个相位 那么 而且我们在上一节已经说了 如果Omega比H8分之2μ比0小得多 就是α 比它小得多 那么如果T不是如此长的时间 那个因子是可以忽悠的 因为你符合了这个觉热静视的条件 我再上一节课 就是说 有这样一个觉热因子在那 就是相位因子在那 那么你如果时间不是太长 那个因子是可以忽悠掉的 这是在过去人们认为 这是理所当然的 那么这个争论就是说 你能不能忽悠掉 就是说这一个因子 到底能不能忽悠掉 那么北里就说 这个因子是不能忽悠掉的 不是任何一个过程 就是不是所有过程的本征函数 都可以简化为上面一个形式 就是把这北里因子 像因子可以忽悠掉 他也不是说 所有过程都不能忽悠 就是说不是所有过程 就是说有些过程你忽悠掉 不会影响你的结果 运算结果 那么 那么这个相位因子呢 他说 并不总是可以任意选择的 不是任意可以选择的 那么他是这样考虑的 考虑的一个体系 大家看一下他的精神上 就是这个哈密登量 随时间在一个多维参量空间中演化 大家不要被这个多维参量空间搞糊涂了 实际上假如说 我有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呢 哈密登量同这个函数有关 而这个函数呢 同T有关 也可以在二维 也可以在一维 也可以在三维 所以只是说 他是随着一个 哈密登量上包括一个 依赖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的演化规律呢 我们给出来 而这个函数的形式 是你给出来的 或者说你在做某个问题的时候 里头给出来的 但是它是随T变的 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你写出损失本征方程的时候 你是写出 写成这样的 不是直接我们干净利落的 你写出HRT 是吧 UN小RT 然后ET ENT 然后UNRT 它是随着这个RT变化 是吧 因为T是R 大R是随着T变化 那这个你整个哈密登量 当然是随T变化的 只不过我们现在来看 是给出一个 有一个多位的参量 是吧 是一个多位参量 一来一梯 好 就是这么一个引进之后 底下 我们大家看 这里底下它将发生什么现象 那么我们带进去 一样的做 是吧 这个都是操作是一样的 是吧 如果体系的角色条件满足的话 那么角色演化波函数呢 我们可以写成这样 这个同前头一样 没有什么变化 底下就有了 那么这个γNT呢 它就是写成这样了 是吧 这个为上是对T为上 是吧 这就是我们前头的 就是你如果写成UNRT 小RT 那么你这个就可以 这个是对T为上 现在呢 你现在有一个参量 RT变化 我们当然这个习惯的 对吧 也会的 对这个为上 对T为上 你就可以先对R为上 然后R对T为上 所以你就可以写成这样一个形式 这是很简单的一个情况 是吧 那么贝利他指出 当时间演化经过一个回路 回到它原来开始的地方 是吧 从一个T等于Ti 那么我经过一个任何一个回路 到TF TF呢 就是Ti 回到这个地方 那么好 这两个答案是应该相等的了 是吧 这两个答案应该相等的 那么这个哈密正量也应该相等 我回过去 我是经过一个T时间 经过最后 是时间是TF的这个时间 我回到原来这个地方 因为我是在一个 你一个参量函数 谁T有关系的 我这个函数在空间里头 它变 从Ti 在某个位置 我到T TF 我给它回到这原来的 那不就这个参量函数相等吗 那就等于它 那等于它之后 你这个泰史量 是变成这样的 因为你经过一个时间Ti到TF 这样一个时间 你有一个这个因子 是吧 还有一个这个动力学因子 好 你回来之后 你原来的波函数是 原来波函数是这个 在Ti的时候的波函数 因为你这个等于 TF等于Ti 这个等于E 这个TF如果等于Ti 这个等于E 所以就变成这样一个因子 所以这两个波函数 有这个因子 有这个相位因子 和没有这个相位因子 它们的干涉是不一样的 因为这个泰和这个泰 它们的干涉的话 是取决于这两个泰之间的相位差 区间相位差 那好 这样一个因子 是起作用的 是吧 你不可以随便抹掉 就是说 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 你不能随便抹掉 你假设不考虑这种相干 你去求无理量的话 没关系 我求一个平均值 求一个 求一个矩正元 最后求的这样一个 无理量的值 没影响 但是你遇到 要同你进行相位比较的 这种状态的时候 你是要考虑的 这不能随随便便的 说你要就要 你说不要就不要 这是不行的 是吧 好 这样如果回来之后 那么它要发生相干舌了 那么这个干舌到底它的后果是什么样 那就是你这个 假如没影响 那就这个可要可不要 是吧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太史了 那参量在空间中 经一个封闭路径之后 你就得到这样一个方程了 应该经过一个 你所走的一个 C这样一个路径 那这样一个路径呢 你经过 斯托克斯的这样一个公式 你就马上得到这样一个表达数 经过一个回路的史量积分 一个史量点成一个回路 一个史量积分 经过斯托克斯的公式 你就会得到一个 这个回路所包裹的面积的一个积分 那么这是一个可观察量 关键是这是一个可观察量 如果这个不是一个可观察量 也问题不大 它是一个可观察量 那么 他就被称为白瑞相位 就是说经过一个回路 回到原来这儿 这时候的 这时候的Gamma Nc 就叫白瑞相位 那么这个E的I Gamma Nc 叫做白瑞相位因子 他白瑞就是做了这么一个 假设 或者做了这么一个处理 他得到了这样一个结论 那么这个白瑞相位因子 就是这个了 这就是前头我们 这个 Gamma Nc 它是应该表达成这个 那么你变成这样一个形式 那么VnR 当然就是R 插成这个因子 它的旋度了 那么好 这样一个插成这个因子 我们就进行计算了 是吧 它这个插成因子 如果插成到这上头 它当然等于零的 插成到前面这个因子 就变成T度 T度 对这个UN的T度 然后插成这个 是吧 就变成这样 就变成这样 这样呢 你里面查一个 封闭条件 那就变成 两边都是一个数值 是吧 两边都是个数值 你查一个 这个封闭条件 是吧 等于E的封闭条件 对M求和 因为这个如果是N呢 有N呢 它是等于零的 所以就只对M不等于N的求和了 本来你查的是所有的 所有的这样一个损失本征态 那么我们根据公式 这个公式呢 就是我们在前头已经推导过的 就是用损失本征方程 对损失本征方程进行 对T求导 然后对MT进行这个皈依 我们得到的方程 这个方程得到之后呢 你就可以把 就可以得到一个什么呢 就可以得到这样一个方程啊 和这个的关系 你就可以得到 所以呢 我们就 这个是在我们上一节里头已经有的 大家去查一下 得到了之后呢 你就可以把这个表达式 就是这个表达式 你就可以用这一项和拿这个除过来就是 是吧 所以我们把这里头的这两项呢 都用这个表达式来表示出来呢 就变成这样一个形式 就变成这样一个形式 就是把这个表达式 用我们前头已经推出来的损失本征方程 所推出来的结果 我们就得到这样一个形式 那么 这样一个北里几何相位呢 它同这个动力学相位是不一样的 在有真论说 这也是动力学相位 因为什么呢 你这个是从 韩世间的雪丁尔方程推出来的 韩世间的雪丁尔方程 本来就是一个运动方程 所以 但是呢 实际上你不能 那个统一 统而言之的来说 那么你所有的那都没什么好讨论的了 因为都是雪丁尔方程的结果 那么之所以要把它分开来 国有格的侧重 就是白里几何相位 它底下我们看 我们从一个具体的例子就可以看 它是有突破的性质 这突破性质并不是说 你的雪丁尔方程所告诉我有的 就是说我这个问题 我这个相位 它有突破性 那本身就是一个几何系 所以呢 把它分开来 这是有道理的 就是说 你不要把它都说 这是动力学相位 那你就把这个 白里几何相位这个因子啊 就 给它降低身份了 因为实际上它是很有用的 实际上 但我们来底下来看一下 是吧 那这个是一个 动力学因子了 我们这个已经习惯了 是吧 这个 底下呢 是要证明一下这个 其实这个大家只要知道就行了 就是白里相位啊 不会因为损失本真态的项因子的另外选择而改变 因为我们白里相位是依赖于这样一个 这个本真函数的了 是吧 损失本真函数 我得到一个损失本真函数 我对它进行归异化 我前头可以插一个项因子 我这项因子 我开始用把它变为是一还是把它拿着成一个另外一个项因子 对你我来说你是区分不了的 那么好 这样一个变化会不会影响你在求白里相位的时候有没有影响 就是白里相位有没有影响呢 这个是简单的一个证明一下 其实是没有影响的 就是啊 就是说 你用一个加了一个任意一个项因子 那么你去求这样一个 求这样一个VNR呢 和不加项因子求的VNR是一样的 那么这个VNR是一样的呢 那么你去求这个 这个RN当然是一样的 那么你在一个回路里头 你这个Berry 响因子当然是一样的 只是说明这个 那么我们现在来考虑一个具体的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 在磁场当中的自旋问题 还是这样一个问题 如果我们来考虑的是一个鼻涕 它保持的鼻灵不变 但缓慢地扰着一个K轴转动 这个扰着K轴转动呢 这知学呢 也随它 随它改变方向 对吧 那体系哈密登量 你可以写成一个 负极乳S点BT H8 也就是它有词句 当然就是H分之极乳S 它有一个实际算符 那么你摆在一个磁场里头 那就是负的这个磁句点成一个B 如果我们将磁场方向选为J轴 磁场方向选为J轴 磁场方向如果我们选它为J轴 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是这样一个形式 要注意 现在的磁场是什么呢 现在磁场不是在这个方向 现在磁场是在某一个方向 扰着这个K轴转 那BT呢 保持其长度不变 要注意 它总归是在这个 这个鼻林这个球面上画出 一个它的轨迹来 所以呢 你去看的时候呢 你就是看出是这样一个形式 是吧 就是啊 我这个就画出一个轨迹来 我假如从这点出发 我经过一个回路之后呢 我回到原来这一点 这就是刚才我们说的RT 现在是BT 现在是BT 好 这个呢 我们当然可以去求这个VMB了 是吧 我们要求的这个 你要求出这个 这个Berry相位 相位的话 那么你要求 先要求出这样一个 积分的这样一个函数了 这函数你去求的时候呢 你就发现 这你去求解的话呢 你发现 因为它对这个H进行 为伤了 所以呢 实际上是 就是H呢 就变成就是B 它对这个哈密登量进行为伤 为伤之后呢 就把B围伤掉呢 就变成一个H八分之S 是吧 现在不是 现在不是R是对B了 是吧 是吧 好 我们有了这个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去计算 这一个结果 那么根据这样一个 以前我们在自选里头 我们讲的 这个SX 它的矩正元 SY的矩正元 SX呢 可以把朝下的变成朝上的 朝上的变成朝下的 SY呢 也可以把朝下的变成朝上的 朝上的变成朝下 只不过它的因子不一样 吧 就是按照这个因子来做 那么你去看呢 这个是SZ呢 当然等于零的 SZ 因为什么呢 因为M是不等于N的 我们这个球盒里头 M不等于N的 是吧 大家再看一下前头这一 就是啊 这里头呢 这是 N是不等于M的 因此你这里头SZ 它在这样一个 M不等于N的 这样一个 自选态下呢 它当然是 等于零的 是吧 而这个等于零的话 你马上有个结论 就是 VM的这个X方向 的分量和Y方向分量 是等于零的 是吧 因为是SZ等于零嘛 这VM它在X方向的分量 是 你假如说我来看 这个Y方向的话 那就是 你在这个 SZ乘上SX 减掉SX乘上SZ 等于SY的 而你里头的SZ的 矩阵源都等于零 VM的Y分量是等于零的 大家自己 去底下去 琢磨一下 就是这个等于零的话 就是说 这个VM的这样一个 X分量和 VM的Y分量是等于零的 那代表什么意思呢 代表这个VM VM这个方向 是Z方向 Z方向是什么 就是我的磁场方向 在Z的磁场方向 也就是说 在这个球面的法向 在这个球面的法向 所以大家看到 那么好 我们底下再继续做 就是说VM的Z 那就是什么呢 SX SY 减掉SYSX 刚才大家可以看到 这SZ等于零的话 是VM比X等于零 是什么意思呢 这VM比X 这叫SY MN SZ NM 减掉SZ MN SY NM 那好 里头SZ是等于零的 所以这度等于零 那当然是 这个VM的X方向 是等于零的 好 现在呢 你看 这SX SY SY SX 是矩正元之间 乘直是这个 但是你要知道 SX是把 朝下的变朝上的 朝上的变朝下的 因此 这个N 不等于M的话 这个M和N之X是等于1的 是吧 M和N之X 因为1分之1减掉一个负2分之1 或者说 这个负2分之1减掉一个2分之1 等于正负1 正负1的平方就等于这个 是吧 所以 这下头的因子就等于比0平方 好 我们就写成了比0平方 这个N还是不等于M了 N不等于M 当然 当N如果等于M的话 这个矩正元是等于0的 是吧 不要加这个限制 对所有的 所有的态求和 那好 对所有态求和是代表什么意思 就把你把这个封闭性用上去之后 就变成这样一个结果 就是SX SXY除以H8平方 减掉SY SX除以H8平方MM 你封闭性去掉之后 那么他们就是H分 H8平方分之SX SY 这个就是在自旋那个部分里头 这讲过 所以大家一看 好 有了这个之后 你当然这个知道 SX SY减掉SYSX 等于什么 等于IH8SZ 是吧 IH8SZ 这个IH8SZ呢 SZ在这个MM当中呢 是等于MH8 所以你得到的一个结果是 是等于I 就等于I IH8 就是说 你这个是IH8乘上之MH8 所以等于什么呢 IMH8平方除以H8平方 那就等于M 因为你取虚部啊 因为这后头是一个存虚的 所以它就是等于虚部 你就得到了-M比0平方 也就是说 这个VM比的Z方向 就等于-M比0平方 它是平行于BT这个磁场 好了 这样的话 它也是垂直于这样一个 比比0画出的圆 也就是在法线方向 因此的话 我们的Berry音相位的话 就等于什么 你把它一带进去-M 是吧 这个DS 乘上这个比0平方分之NS 这个NS它的法线 所以它同它是一个 它同它是一个同方向的 而这个叫比0平方分之DS的话 就是DS所张的这样一个面 所对应的立体 叫D-Omega 因为你这个DS 你在这块上DS 比0 所以比0平方分之DS 就是这个所张的立体角 你一求积分 那么好 你这块画出来 这块圆所张的一个立体角 就是这个立体角 Omega 所以就等于-M Omega 这个Omega当然同这个C有关 你这个走的这个回路有关 是吧 也就是说 你所画出这个圆 它的这个Berry相位 就等于-M Omega 这个Omega 就是你这个面所对的这样一个 B等于0的这样一个立体角 Omega 我们休息一会儿再讲